大家好,我是狗哥,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要带你走进一个不寻常的旅程 一个从绝望中找到希望,从无助中找到爱的故事 这是一只狗狗埃拉的故事,以及它令人感动的经历 在去年的12月初,国外的救援组织 从一个令人心碎的街口救援了满身世伤的埃拉 她除了全身都长满了疮和身体的状况非常差之外 虽然没有骨折,但是她的前脚骨已经严重变形 埃拉只能选择在地上爬行,并随着时间的推移 让骨头越来越恶化 这场景即便是身经百战的救援人员都无奈地摇头 因为从来没见过骨头变形这么严重的狗狗 她当时只有2.5个月大,但是可以想象她的日子都在痛苦中度过 看到她在硬水泥上虚弱地爬行,并试图舔去疼痛 真的让我们很是心碎 但幸运的是,她在经过救援与照顾之后 展现出了强烈的求生欲望 在经过适当的医疗照顾和满满的爱,她的恢复速度令人惊讶 并在手术之后让骨头变形的情况大为好转 令人振奋的是,在将艾拉的故事剖出之后 她很快地就在新主人Jonathan和Daniel的家中找到了真爱 她过着她应得的快乐生活,让救援人员都无比地暖心 从艾拉的痛苦到她的欢乐,从绝望到希望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我们珍惜和爱护 今天,当你看到艾拉开心地在草地上奔跑 她的眼里闪耀着生命的光芒 你会知道,这是一个关于坚韧的意义 关于救赎和爱的故事 这就是流浪狗艾拉的故事 这个故事不只是一只小狗的狗生 更是关于爱与奉献的力量 那么对此,你们有怎样的看法呢? 我是狗哥,我们下回见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